政府危机总动员的SOP吗 来看下面这则报道 25号下午2点29分 震荡总统马英九和民间长主席蔡英文 在台上滔滔不绝对ECFA进行辩论时 英头在北日高南下3.1公里处 却突然发生山崩 第一时间行政院副院长朱立伦到达关切 事后院长吴敦毅也到场视察 而总统马英九却在辩论开完记者会后才抵达现场 而这时已经晚上8点半 距离事发已经7个小时 绿营立伦就痛批马政府反应慢半拍 其实记者会可以不用开了 应该是要马上赶到现场 他不只是慢半拍是慢了很多拍 交通部长来说比较合适 只不过让绿营立伦不满的是 还有马总统的这句话 让我心里面有点毛毛的 心里有鬼的人才会看到这样无缘无故出事的事情 才会觉得心毛毛的 让他觉得有点不是很爱心 因为原因不明的情况 其实才更要谨慎的了解跟注意 不该说的说太快 该做的却做太慢 马总统一言一行 备受外界注目 不想被做文章 恐怕还得更谨言顺行 三连新闻综合报道 好我想请到其畅是 发生这种状况